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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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在拍摄《战狼二十无精》 就有意在新疆取景 却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成功 这次如果能在新疆取景 也算弥补了她之前的遗憾 高圆圆伦伦敦魂眸零死角 物感不见女神的美女神高圆圆日前 出席伦敦时装秀 她身穿干脸裤装 搭配印花西装夹克与粉色上衣 胸前大开身微 露出性感 锁骨与苏胸 模样帅气干脸又不失美艳 高圆圆除了在秀场上超气惊之外 私下依旧不失甜美 她昨 十九日 晒出伦敦街头回眸灿笑 尽管光线不好 有物 依旧不见高圆圆的美 照片中 只见高圆圆头绑麻花脸 身穿印花西装 高圆圆先饰养 往伦敦夜空 接着回眸对镜头放电 五官俏理有形 尽管光线烧暗 有物 依旧不见女神的美 高圆圆也在微博写下 喜欢伦敦的雨夜 而近日高圆圆与赵又婷 分别出席伦敦 和纽约时装周 尽管形成紧凑 不过高圆圆也向媒体表示 报平安是彼此互相 并且需要的 两人都会问候 让对方安心 还珠之乱 早就有了 苏友鹏曾将他炒作林心 如与苏友鹏 二十年前合作 还珠哥哥 成为演艺圈知名好友 之前林心如有运时 仍一起演出苏友鹏 指导的电影 嫌疑人X的现身 近来他卷入 还珠之乱 外界好奇 还举其他演员的反应 今集有网友 翻出苏友鹏 轰周杰炒作的报道 认为他力挺林心如 网络流出的新闻截图中 苏友鹏表示 其实我还是很欣赏周杰的 但是炒作也要有高度 我觉得陈年往事 不应该还拿出来炒作 既然是炒作 就应该到此为止了 清欢林心如一个清白 疑似回应近期的纷纷扰扰 不过仔细看图片中的苏友鹏 与现在的模样明显有落差 照片中身上的服装 也已是他2010年 出席品牌活动时的搭板 原来还珠之乱并非头一遭 2010年时周杰就曾在部落格写下忘记了过去 就意味着背看一文 只拍摄还珠格格时 有台湾演员在片场批评 中国现在却在中国成为当红演员 形同影射陈志鹏 苏友鹏 林心如等人 因此苏友鹏上述的一番话 应是回应当时周杰的控诉 只不过有网友宜华揭幕 让大家误以为是他近期的说法 被酸当年为何不烧死于浩鸣怒了 一人于浩鸣七年前 跟Celliner拍电视剧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时被烧伤 当时他全身39%被烧伤 之后复出后脸上带有明显痕迹 最近他在孙丽 陈小卓演的电视剧那年 花开月正元半大反派 杜明里受瞩目 还说自己不靠脸吃饭 于浩鸣虽然靠着反派角色翻红 但音剧中性格昭黑 嘴铃太惹人厌 加上又害何润东 张陈光领便当出局 入西关 众失去理智 在网上羞辱他长相丑怪 说他是不是连舌头 都烧坏话都讲不好 更难听得连当年为时 不直接烧死算了 或是和言鬼片都说出来 于浩鸣怒了 昨夜在微博发文 我愿意接受所有的声音 但是我看不惯这些丑陋的心 有众站出来继续喷 我只会更好地打你们的脸 至少已有九万粉丝上去留言打气 提醒于浩鸣在夸你演技好 这些观众脑子也太进水了吧 分不清什么事 真适合电视剧了吗 要他别往心里去 也别再看待幕了《环珠之乱》 早就有了 苏有鹏曾将他炒作林鑫 如与苏有鹏二十年前合作《环珠格格》 成为演艺圈知名好友 之前林鑫如有韵时 仍一起演出苏有鹏指导的电影 嫌疑人X的现身 近来他卷入《环珠之乱》 外界好奇还举其他演员的反应 今就有网友翻出苏有鹏 轰猪结炒作的报道 认为他力挺林鑫如 网络流出的新闻截图中 苏有鹏表示 其实我还是很欣赏周杰的 但是炒作也要有高度 我觉得陈年往事不应该还拿出来炒作 既然是炒作就应该到此为止了 清欢林鑫如一个清白 疑似回应进去的纷纷扰扰 不过仔细看图片中的苏有鹏 与现在的模样明显有落差 照片中身上的服装 也已是他2010年 出席品牌活动时的大版 原来《环珠之乱》并非头一遭 2010年时周杰 就曾在部落格写下忘记了过去 就意味着被看一文 只拍摄《环珠格格》时 有台湾演员在片场批评 中国现在却在中国成为当红演员 形同影射陈志鹏 苏有鹏 林鑫如等人 因此苏有鹏上述的一番话 应是回应当时周杰的控诉 只不过有网友一华接目 让大家误以为是他近期的说法 被酸当年为何不烧死于浩鸣怒了 一人于浩鸣七年前 跟Celliner拍电视剧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时被烧伤 当时他全身39%被烧伤 之后付出后 脸上带有明显痕迹 最近他在孙力 陈晓卓演的电视剧那年 《花开月正元》半大反派 杜明里受瞩目 还说自己不靠脸吃饭 于浩鸣虽然靠着反派角色翻红 但音剧中性格昭黑 嘴铃太惹人厌 加上又害何润东 张陈光领便当出局 入西关 众师去理智 在网上羞辱他长相丑怪 说他是不是连舌头 都烧坏话都讲不好 更难听得连当年为时 不直接烧死算了 或是和言鬼片都说出来 于浩鸣怒了 昨夜在微博发文 我愿意接受所有的声音 但是我看不惯这些丑陋的心 有众站出来继续喷 我只会更好地打你们的脸 至少已有九万粉丝上去留言打气 提醒于浩鸣 再夸你演技好 这些观众脑子也太进去了吧 分不清什么事 真适合电视剧了吗 要他别往心里去 也别再看待我了 明镜与点点栏目